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尝他的手艺 他厨艺真的不错 还有两个女作家 薛玉瓜和那个孙平 我们一起去了另一个岛 叫桂山岛 那个岛也很漂亮 我和于华在那里捞鱼 还见到了陈济明 陈济明说起来以前是我们的同事 完了以后就是紫金城 紫金城 然后是那个网瑶和焦点 网瑶 焦点之后就是你来了 我们一起坐那个车去环岛 带你去看这个岛上的风光 明天各本东西 我们带回去上海津书看看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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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一种释放 书可以离开一下 节目也可以离开一下 离开以后肯定还要回来 为什么要做第二季呢 就是有人还继续需要自愈 再次来到书 就是想给更多热爱文学的朋友 推荐更多优秀的 值得读的文学作品 跟一帮文学朋友聚在一起 交流的读书体会 在一生当中都是难得的机会 本节目由京东独家挂名播出 来京东 搜岛屿读书 买节目推荐同款好书 这次的东奥岛跟上次的分界州岛不太一样 这个岛很大 那个面积和大的让我们吃惊 海湾的那个地方 在码头那个地方 后面有个村子 所以你在那看到很多渔业的痕迹 这个岛上是有人间消息的 直接地传达生活气息 西川这个老家伙没来 不知道这次跟我们一起的会是谁 我是叶子 我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做老师 我现在所在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其实我挺忐忑的 那我对自己的期许 可能就是希望能和大家能够诚实地诚恳地聊阅读吧 第一季我在岛屿读书播出以后 其实我们有很多学生是一级不辣地追着看完的 所以我就想带他们来感受一下 叶子老师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这是昨天你玩的书吗 对 然后我把这些书放在这旁边 像这个比较高的书给它放在侧面 那冰冰和浩阳他们两个对阅读 然后对作家们的经历都非常有兴趣 我们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研学团 他们两个也可以从年轻人的视角 谈谈自己对阅读的感受 对作家的认识 其实这一季要来的作家的作品 都已经在这个书架上了 黄雀记 苏彤 阿莱老师也会来 马博雍也会来 你们是他的粉丝吧 郑芝也会来 你们年轻人应该很爱看郑芝的书吧 对 是莫言老师会来吗 上一季一直跳到了他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 哈喽 哈喽 梁华老师好 叶子 孙彤老师好 老师好 好久不见 叶子是我第三次见到他 第一次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 他上来跟我说 我是叶子 少爷的女儿 叶子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现在他已经是教授了 老师了 他自己也带学生 成熟了 其实我是很希望 他不再只是一个提问者 而是一个 我们在坐在一起的一个讨论者 这是诺诺 就是诺诺呀 你觉得他还会认识我们吗 我觉得好像起码他听到声音了 这两位是男大的学生 都是书迷 然后都是你们俩的粉丝 所以我就想着把他们带上岛来 帮我一起打理书 对 之前看第一季的时候 没想到能亲眼看到各位老师 真的很荣幸 不想成真 没想到你自己也来参加了 对 真的很荣幸 不想成真 各位老师 那边还有我们第一季节目的观众留言呢 书童老师的赏音和散文一样迷人 哎呀 余华 你没念吗 余华老师是快乐又厚重的小老头 笑起来和我奶奶和一下 你为什么这么说 啊 余华风趣 鸡穿真实 疏童如雅 文人聊天全是末 啊哈哈哈哈 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叫分界周岛吗 嗯 分界疏运 上一次的书屋是很古朴啊 还有点做就 两线窗子一打开就面朝大海的 这次的新书屋 它对大海是那种俯瞰的感觉 这次我们的书屋其实是建在山上 书屋的整个设计是偏现代的 书屋的那个环境啊 本身所传达的风情还是不太一样的 无论是与大海只有十步之远 还是这次悬崖峭壁上 五看大海的这么一个角度 不同的角度会带给你不同的亲近 这次的书与上一次的感觉不太一样 在本质上又是一样的 海边书阅读 这原来是个驿站 哦原来是个驿站 小油店局估计是 我们这里有几个包裹可以也拆一下 西川 嗯 这西川的 寄贱人刘军 收贱人岛屿书屋 西川寄来的啊 不是不是 这跟西川有关的 西川的书 这是西川 刘军是西川老师的原名是不是 哦 我的 西川寄来的 什么 对啊 就是西川寄来的 西川寄来的书 对我还一直没反应过来 我怎么刘军的名字这么熟呢 是的是的是的 我来看看西川给我们写的什么 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的朋友们 和你们在一起 西川 2023 这个是什么 我来拆吧 哦 哦 护来河转 对 树桐啊 哎呀 哎呀 对不起老师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这个好热啊 这个是上次那条诺诺的 就是诺诺啊 就是诺诺啊 你今天穿了一件特别适合在岛屿上的衣服 岛屿风 渝华送给我的 我送给他的 去年他带两件送一件给我 我一直不舍得穿 然后因为今年他要穿 所以我今年就不穿了 哈哈哈哈 对 你们都适合穿花烧的 我在岛屿读书第一季播出以后 大家猜猜看 网友们回馈的词语里面 最多出现的词是什么 最多出现的 什么呢 老头 不是老头 最频繁出现的 观众反反复复说这个 我知道了 就是 休闲 休闲就是 对对对 他们给出最多的是轻松 有趣 治愈 这样的 我就看到有一个评语说是 没想到苏头老师是一个输出狂人 哈哈哈哈 对对对 你不是在里面都特别爱说吗 哈哈哈 你这一时候我就 你这一时候触到了我的伤痛了 哈哈哈 我告诉你我这个播出以后啊 我女儿说爸爸我看了我在岛屿读书了没看见你啊 啊 就余华叔叔 不会吧 然后我老婆说 你那段时间 你究竟去哪了 他觉得那个 能说会到的是余华 我还没面子 然后我就找 后来又找到了一段 那个里头有 我说你看看 这里以后有我 我是去那个岛上 也就第一集播出之后 出去做活动啊 什么去大学 那次跟苏大 结果活动做完了 就好多学生找我签名 我说找我签名干嘛 我说你找他 他说不是不是 我们看了你 我在岛屿读书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给你的留言 有一个人在岛屿读书之前 不知道有收获这个杂志 对对对 就贴在这个上面 对就这个 今天给妹妹定了收获 什么也看 那个文学创作 双月刊 对对对 八斤跟静怡 还有一个叫静怡 爱死这些怪老头们 你掉了很多海水上 太动人了 苏彤两句就把我说哭了 我是记得他的体温 背着一个文学圣洁的灵魂 铁生纹 你不是背铁生纹 你说会关于他的温度吗 虽然这个词用的是肉麻的词 但是用在铁丝身上 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肉麻 很奇怪的 你要说是用在那个我身上的话 别人都觉得受不了 是吗 我还对我能感受到你的脂肪 我不能感受到你的温度 我们这个岛屿能够建立这么一个书 然后不断地提倡阅读 提倡一种慢阅读 因为生活的现在的变化太快 人的这种情绪会比较的浮躁 但是如果是能够安静地读书 通过阅读来 抚慰人的那种精神世界 抚慰人的那种心灵 那这样的书越多越好 第一季节目反响真的很热烈 网友们的留言很有意思 这才是一小部分 还有更多的可以在今日头条上看到 上今日头条搜索我在岛屿读书 参与话题讨论 分享读书乐趣 那你们刚来我带你们周围转一转吧 露台特别漂亮 对 一打开就是大海的感觉 不错吧 海上风车 然后是山上风车 那儿有个石滩 那个地方可以以后搞一个朗松会 这个主意不错 我专门朗松 我的朗松专长 就你一个关注弄死你 用我听那个用散文般的声音 用散文一样的声音 如果你不愿意听把你绑在那儿听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们现在下去 你在那儿朗松 我在那儿奉陪 你朗松多长时间 我就奉陪多长时间 我们来这儿喝点茶吧 好 这儿真好看啊 对啊 不错 芋头有点毒 但是事业很好 对 这里吗 对 这里 你跟着我走 你们什么真舒服啊 这点橡皮茶 对对对 有冰的茶 这这边很舒服 风吹着 冰茶 这是冰的吗 冰的 这是冰茶 可以 不错 味道 舒服 刚才那个凉 过去的时候 那个情景是最漂亮的 因为那个船本身不漂亮 后面那条线 动船后面过去 那条浪线 真的浪很好看 漂亮 而且它它保持的时间很长 然后它慢慢一点一点的消失 然后它慢慢一点一点的消失 这封缺熟 各位老师觉得我们给舒服取个什么名字合适啊 这个岛造岛就感觉到规模比较大 那边是山那边是海 湛与海 这叫山海经嘛 山海经本身是一直就在讲故事 我们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要不也在不停的讲故事嘛 对对对对 金就是你 你是海 山海 金 你是谁金 你知道吗 这个名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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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经书 对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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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山海经的海 其实不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大海 这个海是指海荒之地 就说的是距离中心非常远的地方 那金它既有金界的意思 然后又有经典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不从 那个最字面或者说最原初的意义上 去理解这三个字 因为山海经其实它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写法 是集体创作的结果 那我觉得这就很像我们现在书屋的这个状态 就我们有非常多的作家朋友们来来往往 有南有北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讨论中间去 其实对于讲故事的中国人来说 山海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 它是一本充满着想象力的宝藏 所以你可以反复地进入它 其实这就很像我们在书屋里做的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好像当面临特别大的压力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很简单 就稍微停下来休息休息 拿出一两本书看一看 因为阅读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放松的活动 我在岛屿读书第一季播出之后 我看到就有不少那个 就是说看了以后很多地方让他们感觉到自愈了 对对对对 不他们是被你的沙滩库自愈的 不是被我的沙滩库自愈的 是被你的那个闪文一样的声音自愈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作品吧 这都是作品 演出也好 节目也好 书也好 都是作品 它给人带来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释放 就是让一个人能够离开一下 所以我想 这就是为什么还要做第二季呢 就是还要继续 有人还继续需要自愈 所以你的那个闪文一样的声音 还得继续想下去 所以用树搭建一个港湾 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躲进去休息一下 就是把他们带走 然后再让他们回来 这次的新书 对面的那个山坡上有风车 风车有时候转 有时候不转 暂时的停歇 因为这下一次的转动 所谓能量的积聚 那么阅读从某种意义上 也是一种积聚能量的过程 阅读就是把人从那种紧张的状态中带出来 带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地方去 离开这一个环境 去另外一个环境 放松一下 几位老师在生活中都是特别放松的人 那你们还会额外的去读一些轻松的书吗 董金老师呢 您多看一些什么样的书来放松心情 我这次带了一本鲁迅的饭局 因为我不是研究鲁迅的 因为有很多书 资料要看大量的海洋 但那本书有个好处 他把鲁迅吃什么喝什么酒 他喝花雕酒 然后呢 然后他请客 然后你看他的那种饮食习惯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作家 一个人 那么具体那么生动的 然后他每次 他也很喜欢吃那 比如说像萧红做的那种东北菜 一般南方人对东北菜 可能不会那么适应 但是他好像是 都都都都 而且是个美食家 鲁迅很懂事 很懂事 大家看鲁迅日记 或者是鲁迅的很多文章里 都会提到他的饭局 很有意思是 我们今天可以看见一个大师 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除了他不太日常的职业之外 作为普通人的生活 又是怎样的 一个作家或者是艺术家也好 他的生活基本上是两个部分 但是两个部分也是交融的 一部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一部分作为他职业 他的职业生活的那一部分 谁也离不开谁 就第一季播出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阅读是一个 比较严肃的事情 就没有想到会变得这么的轻松 这么的放松 我想不同的书的这个 阅读的方式可能也不同 有些阅读状态就是比较放松的 比方说你在通勤的时候读的书 或者说你在枕边读的书 各位老师有没有一些枕边书 可以跟我们分享 枕边书我们最多的时候 是80年代 那个时候读书 那个时候经常会在被窝里边 那个一部长篇小书 可以读到天亮读完 那还叫枕边书吗 那不叫枕边书 那叫通宵书 我觉得读枕边书 特别适合汪曾祺的那个美食 那种散文水笔 特别适合枕边 因为它会让你带着一种很 很香甜的那种心情 然后睡觉很愉悦 但是它又不会有一种大起大落的情感的那种东西 那个时候是做枕边书的 有金老师呢 我是读这个醉意四十岁年华 因为我怀疑我从来没读完过 对对 读不完 谁读得完 所以呢 所以呢 就它每一段很可以朗读 对 你读着读着就睡着了 对 对对对 你可以默默的就轻声的朗读 但是它有些片段 它会勾起你的那种 小时候回忆 回忆 小时候的事情 什么 你会想到你 比如说你跟老人的关系啊 你小时候吃的点心啊 什么 它会有联想 对对对 它这个 它这个意思最有意思的就是说 写作对它来说 它不是很功利啊 它当时没有想到自己什么意识流的鼻祖啊 它不会想到这个 它突然想到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要用回忆 来重构失去的世界啊 就是它无意间建立了一个传统 对对对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 什么 什么小马德兰点心啊 这个 这个变成很有名 小马德兰点心呢 它是要用茶 要某一种茶 要蘸一下的 然后呢 这个不是它的重点 重点是 它在说到我要吃这个茶的时候 它突然 它 穿越了 穿越到几十年前 它做客的一次 就是盛大的贵族社会的这种场景啊 所以《诗水年华》这本书呢 其实有心把它定位在那种 消贤消贤上 真的很合适 对对 它跟读一首诗歌的差不多 对 所以这就是文学作品的魅力 知道嘛 就是一个东西被你写的 让人无限遐想 它语言的魅力 就是能够把一些东西给那个 不断地放大放大 然后让人不断地去联想 对 像影像它就相对来说 给你固定下来了 你看到什么 就是什么 《诗水年华》 它回忆着 它的过往 它的历史 小的一个事物 它能够 像音乐一样把它延伸开 然后慢慢地把它增强 发展 但是它实际上每一个片段 每一页你去看 都会获得一种 心情的一种一种陶冶 晚上要拿起一本什么书来读的话 那我一直觉得它是 短片小说是很适合的 有一年我跟于华他们共同给那个 做编了一本集子 整编的辉煌 对 整编的辉煌就是因为 当时我想传达一个意思 就是说 因为是短片小说 短片小说 如果你年轻人 总觉得晚上我不能 就这么随随便便睡去 只好睡前再做点什么事 那读一个短片小说是最好 所以我就选了一些 自己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我是觉得中国作家的短片 跟国外作家放在一块 就毫不逊色 我一直觉得汪真奇是短片小说的巨匠 他重新写那个大脑记事啊 那个什么都是受戒的 那时候已经50岁了吧 当年我们我们在 我是在小说预报上读到 这两篇的震惊 很震惊啊 汪真奇其实是什么都能写的 大家都都会在意 他写的那个李夏河啊 苏北李夏河 或者记得他小说当中 跟故乡紧密相连的那一趴 大家觉得印象很深 他写过一个让我最震惊的事 写过一个叫七里茶房 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 他写一个人夏天睡觉 然后那个人呢还很讲究 他怕阳光晒的 因为那个阳光 那个午后睡觉的阳光打在树上 它不太一样 你睡在这里的时候 这时候是阴凉的 再过一会儿 不是又晒到了吗 所以他说这个人睡午觉的过程 就是围着那棵树睡了一圈 因为是晒醒了 然后再换个地方 他不停地说 这也都是汪真奇的 太生动了 这也是就是那个生活 教会的他怎么写作 对 其实你在汪真奇的写作中间 是能很明显地很直接地 看到他自己的生活的 因为他是在水箱长大 然后他的童年里有船 他写到他小时候 写到这个高油闹水灾 就说你看这个蛤蟆 如果跑到柳树顶去叫了 那就是一个预警 包括他写这个水退了以后 瓷菇这个东西是特别多的 所以他就要天天喝瓷菇汤 这就是他的生活 因为他每天都看见水 然后他耳闻目染的都是水 所以与水有关的生活 就塑造了汪真奇的写作风格 那很多作家都是这样 就是他们的生活 就是他们的写作 我觉得作家是 他拥有的是老天赏给 赏赐给他们的那种 去看人和看生活的方式 其实很多作品都用到了方言 汪老汪真奇的小说里边 也用过一些那个方言的词汇 他用过一些就是南方也会用 北方也会用的那种词汇 比如道天 就是类似这样的词汇 对 但是在八十年代 这样的词汇 在我们的短片小说里边 出现的时候 还是比较新鲜感的 因为一般作家 不用这样的那个词汇 所以汪真奇的小说 跟那个苏同的小说 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的 他们把他们的地方气息 是通过叙述 体现出来 散发出来的 不是通过方言 那么汪真奇先生 他对语言的那种锤炼 他是特别的特别的下功夫的 他的文字融入方言的时候 他一定是让人看得懂 然后本身又是延展了 语言的那种丰富性和他的表现力 所以这个方言其实也代表了一种对生活的一种观察 一种运用 方言写作很多作家都在尝试 有一年那个上海的作家金语成 他写了一部叫《繁花》的小说 那是用上海话写 方言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暗示 暗示的就是第一手的直接的传达生活气息 一旦引入到文本里头 一旦引入到你的创作里头 他会给人感觉到一种亲切 当然前提是你要懂得这种话 如果不懂得 他反而也会传达一种很奇特的陌生感 这种陌生感其实在语言学上是美感 所以这种美感来自于神秘 来自于距离 所以方言写作我想它的 它能够成立的基础和理由就在这些 短片讲说该怎么一步一步写 这是一个巨大的话题 尤其对我们这些学生特别有用的 对 前面我看那个卡尔维诺早期的一个小说 马可瓦尔多 对对马可瓦尔多 对对对对 就他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有点青涩 但是他已经在琢磨怎么写 他写的挺有趣 主要是 挺有趣啊 你看了那个第二篇 那个叫长椅上的 对对对对 你看了吗 看了看了看了 写一个勤杂工 他家里老婆孩子天天吵得他要死 他是没有可能度假的一个人 但是他有一天忽发奇想 他说我今天要去度假 他很浪漫 他看上了一张草椅 去了以后就涉及到就是 怎么写怎么推进的事情 首先他处理眼睛视觉的问题 那个灯光太亮了 好他就跑到那个塑像前 去拿一个线的花 挂在那个雕像的一把刀上面 好光遮住了 耳朵呢 耳朵不行 这个广场旁边有施工的挖地 你知道吗 咯咯咯咯那都挖地 等他们走啊 耳朵安静了 鼻子不安静了 鼻子不安静了 鼻子不安静了是为什么呢 因为旁边那个垃圾工夜里处理垃圾 他在长椅上都这样闻到的全臭的 他要去处理鼻子问题 那个长椅上的架机 就这么渡过去了 反正他在折腾 他是用五官来这样结构的推进的 对 这是一个短编小说你弄的 有一个好点子你要怎么写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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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对 卡尔维多的小说其实始终是有一种很敏捷的 很透明的质感的 那苏彤老师说的那篇长椅上的假期 它和生活特别近 整个的马可瓦尔多 它其实就是为陈氏小宫画了一幅幅的漫画 它会把一个枯萎的盆栽去护理成一棵冒生的树 发现了这个花坛里面长蘑菇以后 就要等着想去吃一顿美餐 其实这部小说是一个自然人 对于自然生活的那种渴望 也来自于卡尔维多对于生活的那种直接的感受 所以说生活的窗口永远是 永远是向它打开的 我看到夜间故事了 这是我让我们那个北师大的文创的学生们 买了以后每人发一套的 我说这是必读书 对啊 你也可以读 对啊 前年我给我们那个写作班的学生上课的时候 我本来是那个题目是西瓜船 然后那个西瓜船是典型的就是那个轰云拖月 他是一些凶杀案 但是他那杀人他根本就没写 但是全部围绕着那个事件来的 全部显得是外围的 烘托的特别好 就好比你要想画月亮你不用画 你只要把云画出来 月亮就出来一样的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典型的那个中国美学中的一个范本 基本上就是小说是这样有一个重点 然后呢 这个小说从那个结构上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虽然说从自己写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 他就觉得这样写好 一篇小说是有一个 假如说有一个事件 事件的核心是什么 他的核心在他那儿就一两句话 一方面是从那个结构 另一方面就是他对里面每一个人物的描写 那么的准确 包括最后的那个母亲来来找那条船的时候 他的眼睛啊已经看不清楚了 那么那个段写的特别感人 安逸老师对这段的解读是 一个母亲的儿子不在了 他摇的是他儿子的摇篮 一个空着的摇篮 那这是最好的结尾 对 但如果他外围要是写得不好的话 那个里边也烘托不出来 所以苏彤的短片是 几乎是每一篇都好 那么这个没办法 写了那么多 还篇篇都写得不错 这个真是很难 苏彤写了近两百个短片小说 几乎没有示弱的 他的短片小说我觉得 是展现了一个很宽广的一个世界 因为他写了很多 他非常擅长于写那个日常生活 而且他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 能够找到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然后把它们给表现出来 永鑫老师看过很多苏彤老师短片 您最喜欢的是哪个 能跟我们聊聊吗 苏彤的好的短片太多了 有一篇叫告诉他们我称白鹤去了 而且安逸老师还说苏彤老师都特别会取名字 吹手向西 这个我承认 我小说的名字真的都蛮好的 吹手向西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我说我那个吹手向西最典型的一次短片小说的这个生产过程 确实是跟一次旅行有关系的 但我有一次就看到那个公路上一个大草舵 苏彼那时候的大草舵 有四个字吹手向西 我没反应过来 这四个字本身就一种很怪异的 一种很抒情的感觉 你也不知道什么 要说吹手什么意思 吹手他们说吹手是 就是农村那种婚伤家娶的吹鼓手 找吹手到向西 就向西面找 就这么简单 但那个四个字 我就觉得这四个字我不能饶过他 不过他也有节目一般的 什么沈女峰就一般 也不是说是每一个题目都好 他也不是每一个题目都好 也不能神话他 对 我的学生 吴江洪不是去看我 18岁说明远行以前的那些小说吗 我是一篇都没有收到 我自己的那个集资里面去 我是希望别人忘掉 对 结果那就是有一些人 又把他给找出来了 然后吴江洪还把他们全部读了 读完以后就是为了自信 这些老师当年写代工 更差 那么烂 那么烂 那我们以前的很不错来讲 我说那也可以给你们立志一下 是吗 就当他们自己写不下去的时候 就去读读我18岁这么远 因为老师也有幼稚的时候 那我认为武江洪的感觉是自己是大师了 那我们以前的很不错来讲 现在诺诺开始听讲了 你看龙龙看着于大师 你看 带着崇敬的目光 现在精神好了 睡了 睡了一个午觉 我们要是读书能那么悠闲就好了 哈哈哈 血有时候是读出来的 关于人的情感 关于家庭 关于历史 社会变化 人世沧桑 日常生活给予我们的足够一选一生 骆史 读读会打开我们的眼界 打开我们的思维 让你看到你怎么获得一个真正有价值 有意义的一种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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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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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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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赶快欢迎来到我们的书 你们可以先转一转 先看一下我们的书 这个老师送过我 对对 别很祈福 这有本陈老师的书 到处都在下诗 把下你的苏彤 对 还有苏彤老师的书 吴江洪她是理科女背景 她是大学学的是理科 学的是那个环保水土方面 是纯理科 吴江洪第一篇那个 《沙漠》那个东西 其实有她的专业背景的 对 我说你这些小时候 你都写的最好的就是沙子 对对对 确实写得好 因为她这是她的专业 你知道吗 她特别懂那个沙漠的那种 关于沙的描述 所以这确实是 很聪明地利用了 她的专业背景 把她的专业 很巧妙地融合到小说里去了 对吧 江洪是所谓那种 才华横溢的那种作家 在苏彤老师的指导下 写的一篇 在十月上发表的叫儿子 写的很好 儿子啊 然后这次在你们时候 发的第三篇了 《河桥孝子》 对 我觉得是她 两年左右时间里面 她写的最好的一篇了 因为余华哥 我都知道 她的长处和短处 都是很明显的 对 她的长处是热情 而且语言好 语言好 吴江洪身上 有奇思异象 她跟一般的年轻的 写作者有点不一样 她会有奇奇怪怪 光怪陆离的 艺术效果的一种追求 月星云的特点是 她一出手 就是一个优秀青年作家的样子 老练 非常老练 非常老练 你想孔雀里面 她有把那种情感的那种冷啊 对 写到了极致 孔雀确实是最好的 星云刚给我看三个短片的时候 都成熟了 后来她在收获发的那个 最小的海 孔雀比最小的海要广 但是最小的海比孔雀要深 她这次的那个日日夜夜 我感觉到更深了 已经成熟到了 就是你觉得她 根本就不是这个年龄的 或者根本就不是一个 刚刚走上那个 文学创作道路的一个人 对 叶星云的孔雀 我看来是有点惊艳的 写一对恋人 她的那种情感当中的 那种冷酷的东西 她写得不动声色 很有余华当年 现实一种的风格 对 就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写作者 她处理这些体材 她才会达到一个 浑然天成的这么一种效果 一级你们都看了吗 感觉怎么样 是你们熟悉的导师的样子吗 是熟悉但是有反差 还有不同的地方 其实大家电视里面看的那些 余华老师的形象 就很幽默很风趣 但是她私底下 其实对学生 就非常的有耐心 也非常的温柔 其实 快毕业的时候 我才把我一个写的小说 发给余华老师 然后她非常快地看了 可能我第一天给她 她隔了一天看完 我就开始大肆夸展我 她说你之前写过小说吗 发过小说吗 一直连串地提问 然后我说没有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说你是没有发表过小说的小说 就给我的第一次给我的那个赞赏 很重要的鼓励 对对对 然后让我一下子就觉得 好像我能走这条路 她一个学期会给我们上 那个作家的写作课 会给我们上 对那个叫作家讲作课 对作家讲作课 然后报了名之后 就是有一个互选 然后我当时是 报的是那个苏彤老师 他应该有很多人抢吧 对苏彤老师很多人抢 余华老师没有人抢 苏彤老师太受欢迎了 你们第一次见苏彤老师 余华老师的印象还记得吗 我第一次 余华老师刚来的时候 他可能跟我们还不熟 所以每次他的行踪 就是有请 比如说江洪同学 在微信上给我们传递消息 余华老师来学校了 赶紧过来 就是让我们 这是内部人鱼的传递消息 然后第一次见 我就是终于逮到他了 给他握手什么的合格影 然后他就主动说是 就聊一下什么的 这是余华老师的魅力 他会很快地跟人亲近 是的 我第一次见苏彤老师 第一感觉印象 也是苏彤老师 特别平静近人 他们好像来了 你们 老师 你们来了 说曹操 曹操到 怎么陈老师穿 你能上进那个衣服 我送他一件 他送给我的 我说有点眼熟呢 对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我们出去走走 看看岛上的风景吧 这里有点漂亮的 真的是在岛屿登附 各种各样的岛 这个岛还真挺大的 这个沙滩不错 那沙滩还可以冲浪 我们来说 Gadig Marig 那有点 好了 到了现在 下去 在那里我看见了 是有篝火的那个地方 然后还有篝火 为什么要点那个篝火呢 它是取暖的 取暖 三十多度还取暖 不取的 就搞情调的 搞情调的 搞情调的 我以为那边有烧烤的 我们直接入座吧 有什么吃的呀 每人一个椰子 先吃一点吧 你咋吃上了呢 哎呀 别拿吃 饿了 中午以后到现在没吃过东西 好像不能吃太多 要不待会晚饭是不价的 对呀 有什么来自老师们的 写作建议 是你们一直铭记在心的 请记在心的 苏彤老师有一句话 让我印象特别深 但是我改一篇叫儿子的 那个小说我也很喜欢 然后老师跟我说 短篇小说要走得快而翠 那个儿子是 你看到一个很好的架构 但他一本写得快 把那个好的东西都弄砸了 我让他大概改了三个 就是后来就呈现的是 一个很不错的小说 刚开始舍不得删 后来我删了一大堆之后 发现感觉确实好了很多 可能是那个小说里 让我学会了短篇小说的节奏 有的小说是天生冒出来的 就是天生是你的 也就是你一出手 改都不用改 有的小说就是改出来 对对对 那个儿子就是改出来的 小完全是改出来的 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些学生 就有这个问题 一写就写一万多字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那个你们 为什么一定要写那么长 因为你们的小时 大概六七千日就可以结尾了 他们有个什么思维状态 我要把我构思这种东西 全写出来 其实不对 因为有时候你写的写的 你构思的一半 你可以丢掉的 初学写的就有这一个 写的太满 然后他说我之前的小说 是从荒诞到越写越生活 然后他说可以把方向反过来 这个建议我印象蛮深的 当时他的原画是告诉我说 你在生活中找一个点 然后去让他往荒诞的写 然后去逐渐地把它放大变形 你朝这个方向走几步试试看 因为我之前的小说里面 可能会比较注重构思 但是写的内容会稍微有点虚 当你突然开始尝试去写生活的时候 你会看到更广阔的道路 但生活是非常难写的 当时跟那个江洪呢 我是希望他从儿子那条路再往前走 他写现实他是很有能力的 就写那种现实生活 我是希望他最好就是从写现实 那个路再往前走 也能写一些很虚的那些东西 为此我就让他读了一边又一边的那个 南方高速公路 南方高速公路它就是一个生活 但是他把堵车给夸大了 但是堵车夸大以后呢 他的每一个细节的描写 又都是非常生活的 所以呢 他是这样的荒诞 可以这种生活的这样 所以我一直反复上他读 江洪确实读了起码三遍以上吧 三四次 就是不光是南方高速 所有的拉美的作家 所谓在爆炸文学之后的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有一大批 他们是用变形的 夸张的方式来表达生活 他首先要符合生活的逻辑 在生活的基础上 你才会产生一些飞扬的东西 产生一些魔幻的东西 江洪走过弯路 那个幸运也走过弯路 这两个孩子 你看着他们对我们 好像是很尊重的样子 但是要给他们提个意见 刚开始是不接受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说明很有个性 都很有个性 我跟江洪经常说 那条不是你的路 那条别人也能写的 你知道他给我怎么顶嘴吗 别人游泳写得那么好吗 但是呢 他们过了几天以后 他们自己会迎过来 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够接受 其实我们跟他们建立这种 所谓的师生关系 就是其实不能让他成为天才 对对对 但是经验 我们的经验 确实可以帮助他们 少走弯路 对 这本是给余华老师的书 叫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哇 他给您写了一封信 他说我是一名今年的高考生 非常喜欢余华老师的这本书 读完这本书以后 我就默默地许下了未来 攻读文学的心愿 希望这次高考 能考上梦眉以求的文学专业 高考的时候还是不要读余华了 这个我同意 这个我同意 高考的时候要问考上最好大学的 要复旦的那种 有兴老师高考前紧张吗 紧张 我那时候填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那个复旦的分数是多少 就一个晚上没睡觉 就是填什么 今非西比 现在家长孩子高考填志愿 信息太丰富了 上今日头条搜索高考 也能查分查院校 还有实用的填报工具和技巧 希望考生们前程四景 精榜提名 加油 那余华老师肯定算是 你写作道路上的引路人吧 那像叶星云那肯定 就我肯定是他的引路人 五驾后呢有两个引路人 一个树童 一个我 一前一后 树童没有带好的地方 我又给他纠正过来了 但是有时候我已经训练好的地方 又给你弄歪了 那你们现在会给学生们拉树单吗 二回拉 但是很多同学 他反而是跟我们那一代的学不太一样 他对他的同时期的青年作家很了解 他来推荐给你 比如什么陈春成 陈春成是你们推荐给我看的 我一看这孩子写的是不错 今天在书大家都选了哪些书 可以这两天在岛上阅读 我选了一个那个 艾丽丝门罗的桃梨 我之前给余华老师推荐过艾丽丝门罗 她特别喜欢门罗 我特别喜欢艾丽丝门罗 她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作家 我记得苏东老师有个特别好的比喻 您说 对我觉得她在扫地的时候都能 从一堆垃圾当中能扫出那个珠宝来 对对对我们都看到 但是我们注意不到 她会挑出来 对对对 之前就是说如果来这个节目 要给读者推荐什么书 我就说想推荐这个嘛 就推荐给30岁以上的读者 因为30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年龄 就是你过了30岁 你可能对生活 对于生命命运的理解 会跟以前会大不相同 那些体验的感觉会不同 所以这个时候读艾丽丝门罗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艾丽丝门罗的小说里面 很多都是生活和命运的一些无常的东西 她在支撑着它 就是不论是哲学文学还是艺术 它们最终方向都是一致的 它们都是通往对于生命和本质的一种理解 只不过是它们所用的方式不一样 就会容易想到乔西那篇死者嘛 那个死者最著名的后两段 这就是对生命本质的一种体验 对死亡的体验 乔西就写到那个男主人公突然感受到 他好像看到那个麦克尔福尔 站在鱼里的感觉 而在那个麦克尔福尔身后 隐藏着更多的死者的空间 而且那个死者的空间 正慢慢地吞噬着它 然后就来到最后一段就是 我觉得是短片小说里伟大的一个结尾 说爱尔兰下雪了吗 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 然后雪平均地飘落在 每一个死者和生者的身上 我觉得这段就特别地感动 就是因为它一下子就通往的那种 对生命的本质的一种体验 我觉得这就是哲学和文学的 就是相通的地方 当我们人生是经历到一定阶段 这个时候我们去看小说 发现好像是读懂了某篇小说 其实是你生活的积累 让你体悟到了一些东西 所以你能够进入那篇小说 我觉得书籍就是这样 它是给予你精神上的智慧上的 让你去更好地理解生活 你更好地理解了生活之后 你就会去更好地理解别人 你就会更泰然 更自洽地去过好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们不是通过小说去理解生活 不是通过生活去理解了小说 每个作家同时都是阅读者 人的内心生活其实都是蛮逼折的 是阅读它会帮你扩充你的内心生活 就是别人的人生会让你反省自己的人生 这都是阅读给带来的那种 看不见的力量 作家是各个不同的 社会的经历阅历不同 他写作的作品的风格就会很不一样 那么你就要从生活当中去了解很多 其实阅读是我生活中的常态 阅读的快感其实不仅仅来自于那种知识性的补充 其实也来自于你思辨的补充 所以我要学会享受那种在生活中把阅读内化的过程 进入了那个中文系以后 我告诉他们应该去读一部作品 读比研究更重要 就是因为你读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部作品给你带来什么 因为读书不是为了读书 而是为了去感受生活 理解生活 本节目由京东独家挂名播出 来京东搜岛屿读书 买节目推荐同款好书 感谢独家冠名的京东 对本节目 苏彤老师 我最近也想开始尝试去写一点东西 但是感觉无从下笔 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些书单呀 这个就可以 这个国尔纳 七哥五短篇小说 哇 老师 那这么多书 我该去哪里买呀 买图书来京东啊 京东里的图书种类很多 有小说 传记 历史 教辅 经馆 童书 超多优质好书 而且这些品质好书 五折封顶 京东图书 轻松低价 买好书 买京东 收岛屿读书 买节目推荐同款好书